好 接下來這個則是要問 農委會在幹嘛呢 你們有想到 你們應該要來解決這個問題嗎 去年大家都知道 台灣是56年來 第一次沒有颱風 加上今年其實雨也下得非常少 所以從4月6號開始 我們的苗栗台中這邊的民眾 才要非常辛苦的攻武亭2 對吧 水沒有 誰的影響最大 就是看著老天吃飯的農民朋友 我們來看到 現在說這個數據是截至到4月9號 我們的農糧署的一個統計 就有關於缺水 其實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這個災情的統計 屏東縣這邊也是民進黨的縣 3億5囉 另外還有哪裡 還有南投 嘉義 高雄 雲林 其實大家受損的狀況都很嚴重 也很擔心會不會影響到 市面上的民生問題 為什麼 因為艾文芒果說 受到了這個水情影響 受損也已經有3億7了 另外茶的部分 剛剛好我昨天去南投 這個地方茶農就講了 現在雖然說他們的影響 沒有到那麼樣的劇烈 可是問題是 茶今年都漲得不是太好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這些農情的問題 也是非常在意 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 政府又告訴我們 可能會再擴大限水 原因是因為經濟部長王美花就講了 現在他認為我們的超前部署 公五停二 可以讓大家撐到5月 但是如果之後 美宇再不來的話 不排除 到了6月的時候 就變成公四停三 公五停二已經讓中部人 是挨挨扣了 因為生活真的很不方便 要公四停三 一個星期有三天沒水的話 這日子要怎麼過呢 同時他也強調 在新竹這邊也有可能 會進一步的實施公五停二 橘紅色的水桶 一個個交疊塞滿貨櫃 工作人員忙著卸貨 因為中部地區 從6號開始限水公五停二 民眾更早之前 就開始搶買儲水設備 經濟部長王美花預估 公五停二省下來的水 希望讓中部地區供水 至少可以撐到5月底 或是更久 不過經濟部內部 對水晴研判仍不樂觀 如果漢象持續5月底前 預期的沒雨沒來 或是不如預期 到了6月 不排除進入更嚴格的 公四停三 另外鬥時非水晴緊張地區 非工業用水大戶 例如洗車 三溫暖等 也嚴意暫停供應 工業用戶限水率 也會從最高15% 提高到20% 除了苗栗台中和北章化 進入紅燈分區限水之外 下一個可能進入紅燈的地區 僵使新竹 不過水晴會議 在苗栗台中之後 現在暫時處於盤點 中部限水成效當中 中央暫時沒有確定 水晴會議召開日期 因此新竹如果需要限水 最快也要到5月 經濟部強調降雨情況 很難預測 也可能說來就來 只能說現在看來是不太樂觀 至於公務停餓 實施時間會持續多久 會隨時在水晴會議上討論 也認為南部嘉義 台南 高雄透過支援 水源用到5月底 應該沒問題 如果沒下雨 6月也會檢討 YoutubeKamer 零透過支援 閔